现在听起来是蛮不爽的 蛮不爽的 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火龙果的 其实吃火龙果去到尖刺早有先例 也有网友分享过自己吃火龙果 尖刺卡在牙缝里面 幸好没有刺伤口腔 俐落一刀切开剥皮切块 再仔细装到盒子里 老板娘手起刀落 什么水果她都切过 只是吃火龙果去到尖刺 她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切那么多了 没有遇过这种问题 这个地头有的 它剪得比较长一点 有可能是那个刺刺留在上面 然后买回来 你没注意看的话洗一洗 切的话刚好那个刺 在那个留在地头那边 就掉到那个果肉里面 因为火龙果属于仙人掌科 叶子充满尖刺 火龙果和叶子连接的地头有刺 就容易被刺伤 不过水果行里面的火龙果 地头上的尖刺几乎都已经被清干净 处理起来并不需要担心 反倒是这个水果要注意 吃凤梨如果觉得舌头刺刺的 除了是凤梨酵素在作祟 也有可能是被凤梨牙眼内的小刺刺到 处理水果有撇步 下次吃水果 别狼吞虎咽 多看几眼才不会刮伤了嘴巴 华氏新闻送一块方立婷特别报导 哈喽我是林传佩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 或是体谈动态吗 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